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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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为什么又穿那件 就是她让我穿 这个真的好好看哦 超美的 超久没有穿婚纱的感觉 你们这里好多好好看的婚纱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还想再试一下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是你 你逼我呢 行吧行吧 勉强答应你吧 反正来了再多试几趟 行吧 好的 好 好 因为我们一直在找就是很像睡衣的婚纱很少 所以就是真的是在这个西班牙的品牌 有点贵子里面看到 对的 然后我觉得这种款式穿在很像很慵懒的小猫 而且很随意 然后包括我们书温州很多 就是新娘子会有出门的仪式嘛 穿这种就出来就会觉得很舒服 唯一不能过的就是家宅那一关 他们会觉得你怎么穿睡衣出来 对 感念怎么样 觉得很舒服 而且可以参加一些活动 就不一定一定喜欢像类似那种玩乐呀 就那种酒会呀 这种就很好看看 我喜欢这种很轻盈的 对 这件好优雅哦对不对 有那种法式的那种感觉 对这件在草坪穿也肯定没呆了 这件绝配是那种超大的白的帽子 哇也可以穿去海边哎 然后或者是漫步在那种巴黎香榭丽舍的大街上 是不是要开始拍婚纱照了 重新拍一个 结婚十年再去拍一个 对 啊这个好看 我觉得这件穿上是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的 这件我真的好喜欢 就是那种梦媚以求的大厂条 那种很干练 很帅气的气质 是主要是它这种 这边的设计感都非常好 就像你说的这边是这边是干嘛的 呃这边是拿红包的 哈哈 专门给大家的赛红包用的 对 它那种花包式的这种 对情况是像 那种初遇年孤染的那种荷花 我如果要结婚十周年什么都就穿对 对 然后又是很帅气 白色很深 然后是我的人生我做主的感觉 哈哈 看到了吗 这才是我梦媚以求的自己 很理想中的自己 第一次穿裤子 帅气的自己 对 哇 妈妈咪啊 你看看 我也可以很帅气的 是 我现在要去试几件敬酒的晚礼服 我觉得如果穿这个来送客很酷很酷 超好看 我感觉自己像一树盛开的水仙 哦 我为什么这么早结婚 还有这间女人在温州婚呢 威廉可以再举行一次婚礼吗 我今天真的是感觉自己是一个 就是那个会嫁的那种 发现 代代驾少女 哎呀我没有机会穿 只能等 J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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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a让开 Jama让开 What Today is my day 然后Jama就 妈妈你真的很烦 好美 J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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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上这个好像是一个滑贵的公主 我觉得那个婚礼要再图报举行 这个蕾丝好立体 就不是那种软啪啪的塌在身上 比较金贵的那种 这件穿起来超超美 太有气质了 这件衣服 I want it to be just me I only want you 哎呀 我结婚结太早了 不然的话这个肯定是我的主纱 对不对 很美哦 这个呢 品牌很好 是以你帮那个托尼沃的 然后我那时候看中了 就马上说当机立刻 这款一定要做 就是那种公平的那种 哇 这个摆得好大 很美是吗 对 而且它做了一些金色的刺绣 我们很多新娘子过来的时候 都会去找我们说 要4米以上的6米长的托尾 其实我觉得 太大了 对 6米长的托尾 并不适合中国人 那我们撑不起来 对的 这个对我来说也就是极限的 是的 然后6米长的托尾 其实会显得中国人的身形更小 就是在台上的这个比例是失调的 其实是3米5的托尾 就是最大3米5 2米5到3米5之间是最合适的 可以加上一条稍微长一点的 5米的头纱 就是裙摆可以短一点 3米5以内 然后头纱要5米引刷 对 因为头纱是一定要长数裙摆40公分 这是最好的比例 就是最好的比例 结婚当天 记得吗 头纱太长太长 然后它那个 我是玻璃镜面的梯台 然后就有一个尖尖角 然后我的头纱刮到了那个 我知道哦 然后你走走走 卡卡卡卡 然后我想说完蛋老的发型 完蛋老的 然后就说王老师冲过来 就我朋友的老大 对 他就是那个时候暴露了 因为他不是这个演员吗 然后他可能不知道他在场 然后他当时因为他可能 他有经验一看到我那个表情不对 然后他马上冲上来把他掀掉 然后就被抱住了 然后他就没有吃饭 因为亲戚朋友不停地让他拍照 哈哈哈哈 哦你太美了 我想要再结婚 我这次如果我再结婚 我老公 我老公就是胖子了 你知道他当时瘦的那个脸哦 还有那个那个 他现在是 我脸的瘦脸超小 完全没有 但是我还是那么瘦 耶 耶 你成功了 哈哈哈 Verewan everybody 哈哈 哼哼哼 这个好像不是常见的热碗 对 这一件是基于四大花蛋之外 订的像是上海期这一件 订的非常好的一块 然后基本订这一件 订这一件呢 很多都是会秋冬的新娘 秋冬季结婚的会比较多 所以你会推荐买婚纱吗 其实推荐买婚纱的话 我其实不推荐说 一定要买价格特别高的 买一件性价比高的 然后你那天会拍到 很多次照片的那一件 所以我很推荐买一件出门纱 你试纱其实我不推荐吧 我如果 如果让我途门来一次的话 我可能会 选一件轻薄的出门纱 可以去旅拍 对 裤装 对 要看吧 因为裤装的 就是如果我去旅拍的话 可能会太实装太酷 是 对 可能还会拍一个 就是会选一个礼服 我觉得礼服很重要 特别是现在不是很流行 墨蓝笔色吧 选一块颜色比较轻盈的 然后带出国 去拍一些街头的那种风景 或者咖啡 我觉得都美呆了 对 我觉得不一定要拍那种 模式化的一些海边 教堂前面 反而是在那种街上 然后两个人很有生活气息的 那种很融洽的气氛 对 然后那件婚纱 就可以说不用是那种 太传统式的婚纱 可以是那种片断练的小鲤鱼曲 然后就是白色的那种 我觉得就很好看 今天就是做一个梦 就是你知道 重新结了一次婚 对啊 然后我今天重新当了一次 就是婚纱导货 有没有 老板娘亲自给我当党货 面子大 对 然后我们试完了 我们接下来 我们去吃什么 我也不够吃 我试了试了 人家觉得很兴奋 就不觉得 我是你试完了 我都完全忘记 我来找她干嘛了 我们来喝下午茶 然后结果 试了大概 人家试了不知道几个小时 是因为每次试婚纱 都会这样 就是试到最后 你会觉得 我这件好看 那件好看 我就会一直吃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大家留言 然后到时候 晨晨给我们解答 嗯 好吧 那我们走呗 先吃饭 然后晚上把今天没有吃到的下午 差不多 对 然后 或者你可以穿着婚纱去吃 是 整个厂子被我包 对 对 那我们就走了 拜拜 拜拜 妈妈妈妈 嗨大家 怎么样 刚看到我穿了这么多 不同款式的婚纱 还有礼服 你们最喜欢哪一些呢 赶快留言跟我互动 告诉我吧 我其实前面自己在看 这些视频的时候呢 勾起了很多 我在婚礼跟仪式当中 对于婚纱 还有礼服的一些小心得 另外呢 我在试上的过程中 也跟晨晨有讨论 跟交流 那通常来说呢 婚礼的类型会归为 室内婚礼跟户外婚礼 那针对于户外婚礼呢 我们会比较推荐说 是选择一些比较方便 轻盈的款式 户尾呢 最好是不要太长 可能控制在1.5米以内 如果你选鱼尾的话也可以 但是要注意 那个鱼尾的 爱查的高度 如果太矮的话 可能走路的话 没有那么的方便 说到室内婚礼的 小心婚礼 一般来说都是在30桌之内 基本上各种各样的 款式跟风格 都是合适的 最最推荐的话呢 可能还是一些像 鱼尾类的婚纱 或者A-line 这样子类型的婚纱 考虑它整个规模 跟场地的话 最好那个裙摆 不要超过2.5米 说到大型婚礼呢 一般是指50桌以上的婚礼 那这样的婚礼呢 一般都会有一个 相对高的一个舞台的高台 建议说可以选择一点 有气势的主纱 但是呢也不能过 不能为了追求气势 要过分庞大的托围 如果超过了4米 甚至到6米以上的托围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 对于亚洲人来说 其实是有点大的 所以就看上去 反而就没了那个气势 如果你想要那种浪漫感 鲜气 或者你想要再磅礴一点的气势的话 可以建议挑选一个比较长的头纱 那个头纱可以长过你的 那个主纱的裙摆 这样走下来的话 就有一种庄重 非常强烈的仪式感 说完了大概的婚礼类型 现在大概说说 出门纱 送客的礼服 说到出门纱 建议比较方便跟轻盈的一个款式 另外呢 这些年有很多酷女孩 喜欢穿很特别的婚纱 像裤装 或者是彩纱都是可以值得一尝试的 如果天气比较凉 像我当时就是冬天结的婚嘛 所以我选的是长袖的一个出门纱 比较传统 像一些中式的浪漫 你可以选择中式的裙挂 天气凉的话 中式的裙挂也是相对比较保暖的 另外一个就是礼服 感谢因为大家太过于把重点放在了婚纱上 所以礼服的挑选往往容易忽略 但是在我的经验上看来呢 当天拍的最多的照片就是朋友圈会发人家跟你的合照 基本上都是你在敬酒或者送客的时候穿的那个礼服 然后大家跟你近距离接触也可以看到那个礼服的整个质感 整个剪裁跟设计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需要花一点心思挑选在礼服上的 那很多朋友都会在纠结说到底是买婚纱呢 还是租婚纱 如果是你有旅拍 或者说你有举办两场到两场以上的婚礼的话 是可以投资一间比较轻便的小型的出门纱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去买婚纱的 因为婚纱的保养非常的麻烦 而且费用也相对比较昂贵 放在家里也很容易受不同的温度湿度的影响 然后我也有跟晨晨讨教一些试纱的经验 就作为一个非常专业跟资深的婚纱电台老板娘 对于我们第一次去试纱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他说的都是一些使用的一些点 像第一点就是在去试纱之前 先在网上看看一些图片 大概确定一下自己比较喜欢的婚纱跟礼服的风格 但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上身试 先把自己喜欢的风格先试试掉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喜欢不代表你自己真的适合 那婚纱顾问因为服务的信量比较多嘛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通过你的气质 身材比例各方面会给你推荐一些 它觉得适合你的款 第二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不要纠结 不要想太多 又觉得要想要这样 又想要那样 那就不如相信你自己的直觉 就选那个你一眼看重的吧 很多人其实喜欢说买东西也好啊 食杀也好都货比三家嘛 但是就尽量控制在试的婚纱电台不要超过三家 就是你试的越多你自己越迷茫 越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适合什么 控制在三家以内这样可能比较有效率 另外晨晨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 食杀当天一定一定不要素颜 因为我们婚礼当天你是戴妆的嘛 所以你如果素颜去食杀的话 其实效果你是看不出来的 反而可能会让我们造成一些错误的判断 然后呢就是陪同食杀的人不要太多 最好就两个最多了 因为人一多就很容易影响新娘 就会扰乱你的判断 然后最后呢他说不建议让老公陪着你看婚纱 因为这样子呢可能会破坏惊喜哦 一般像西方传统的婚礼都会有一个环节叫 first look 就是新郎没有看过新娘穿婚纱的样子 然后看顶一眼 通常这一幕我都会非常的感人 很多很多新郎都会流眼泪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这样子一份惊喜跟期待 留给你的老公吧 刚才呢只是非常粗浅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一些关于选婚纱的经验 那最重要的还是像我前面说的你要自己上身试 然后给自己做一个判断 谢谢大家花这么长时间看我今天施杀的这个视频 那如果你正好在挑选婚纱 首先先恭喜你 希望我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喜欢的 让人一生难忘的婚纱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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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